生活王國健康講座 我們決定在2023年3月18日星期六 就在荔枝閣長沙環道8889號華創中心709 黃昏時候6點至8點 我們邀請到Lillian 我 電腦仔 還有一位現場拍攝的歡迎提問 名額20個 是做印度草本 應用和為什麼對人體有用的健康講座 希望大家參加 有問題可以即場問的 拜拜 代表安天 習近平精簡架構 其實講來講去就是下面的人 他不相信 他要直接這樣將權力控制在自己手上 所以無論是金融 外交 什麼都是手中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港澳辦 中國公布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包括組建黨中央級的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 但會保留現時的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的名義 相關的營餘也會轉到新機構工作 評論說 這個是中共加強管治的一套班子 兩個牌子的慣常做法 名義上是性格 實際是方便黨中央牢牢掌握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亦可更便於政策配合和資源調配 當中 稱唱 就是說我們一個評論員 指出改動亦有利中央繞過基本法 來限制插手香港事務 其實不是 其實很簡單 架構精簡了 將港澳辦名傳實望 由習近平直接指揮李家超 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回事 就是今天不可以賴三賴四 港澳所有的政策 是直接由習近平 直接插手 講完的 其實整段新聞 很簡單 之前廢告像我們香港事務 就是由韓正負責的 現在今時今日 沒有韓正 就是沒有這個位置 只有習近平直接插手香港和澳門的事務 這麼正確的 無謂駕藏貼屋 大家明刀明槍 也都被我們這些時事評論員說 跟自己面上貼金 講清講錯 不要說一陣間有李克強反對習近平 你看韓正 韓正就是江派 什麼都不是 現在只有習近平統一了所有的東西 包括港澳事務 由習近平直接發號私令 其實一向都是 只不過中間還隔了幾個人 這次是不需要 不需要再有中間人 不需要有夏寶龍 不需要有其他人 因為對於港澳的東西 就是由習主席親自負責 而中聯辦和李家超就變成了 直接這樣站在習近平底下 以前不是的 港澳辦大一點還是中聯辦大一點 好像港澳辦是中央機構 就是說中聯辦主要是一個聯絡機構 或者甚至做一些叫做土共的工作 這次不是 什麼都已經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再不會有當日的駱惠寧 如果駱惠寧退休都不會做 夏寶龍也都不會繼續 就是說來到這裡 習近平直接面對的 就是我們香港的市長李家超 你問我好不好 好的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 哎呀 習近平手底沒有人 你這幫人家空習主席 政令不出中南海 今天大家擺明居馬 你又不需要有幻想 他又不用有任何的顧忌 總不知 我說一就一 我說二 你就不能夠做三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 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比賽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